嗨大家好 我是阿美美 今天我要来讲穿针引线 不管是对视力好不好的人来说 穿针引线是一件非常困扰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线本身是软软的 那线的旁边都有毛边 那你在穿的时候 那个毛边都会堵在那个 口的地方 让你很难穿过去 所以常常会有人借助这个放大镜 或是用这个穿针片来做穿线的动作 事实上我觉得借助这个外力也是很麻烦 那现在市面上有一种 缅穿线的针 非常好用 对我们这些视力不好的人来说 真是一大福音 那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一款叫做侧挂式 一款是叫做顶挂式 各位这样看一眼看的不清楚吧 那我刚好 用图示法 把它 画在 纸上 给大家看比较清楚 像长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 侧挂式 侧边有一个洞口 你就可以把这个线 挂上去 另外一种是顶挂式的 他这上面应该是有两片交错 组成 有一个洞口 然后你就把线 从上面压下去 就可以使用了 当然如果说你不要用这种方式 但是他底下还有这个 洞口你直接穿也可以 尤其对我们这种视力不好的人来说 其实我是非常怕穿 穿线 因为真的看不到 那现在有这个这么方便的 方便 免穿线的针 对我来说真的是相当的不错 那不晓得各位 有没有跟我这样的困扰 不妨去找找看这种针 我觉得很实用 你也不需要再借助外力 像这么放大镜 穿针片 我想应该都不用了 这个是顶挂式的 那另外这种就是 侧挂式的 那就看各位的需求 我是觉得这是非常不错的 一种方式 那各位有机会可以去试试看 我们拿侧挂式来试穿一下 好快哦 穿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介绍的影片 希望大家会喜欢 各位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分享 并按赞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